大家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甫 每日一字这个道 强道的道 道肥的道 左边呢 这三点 一般 我们的凯硕是三点 又有人写两点 但是比较正确是三点 流口水嘛 要抢东西嘛 流口水 好 线 这里稍微写短一点 让这里有一个空间 塞这个名 塞进去 所以这只脚 不要拉太长 这只要事先安排好 好 那我们来看 嗯 好 再发展成 赵孟甫这个 欠拔 该写成9 我们还没到 我们先从这里 去做 一些行书的 写法 还是一个欠子 三点水 然后这里 连这些 欠 好 好 然后一点点带笔 弧度过来 再过来 好 这稍微有一点 形的味道 形凯 好 当然可以再更流畅 好 那但是我们把 左边这里 嗯 很多人写两点 我们就写给大家 参考一下 好 也是有的 好 好 再过来 来连贯性增加 哦 流动 的感觉 好 再来就赵孟甫 他这边 还是三点水 但是 这里 改写成一个9 但是流动性 并没有那么的好 好 其实是这一帖啦 他有些 好像 他的尺度 流动性就会很高 所以不能以篇改全 好 那可能 这种长篇呢 他的设定 大概就是属于 形凯啦 好 这是他的写法 好 再来就是 依照 这种 发展下去 发展下来 后来 比较 形草 草书 都是用 写成一个9 不是一个欠 因为要流动嘛 对不对 好 左边呢 也是一样 都省略成两点 这边一个9 但是呢 我们说 不是9而已 是只有 折两折 这撇不要了 然后底下 这个名字 也省略 我们知道 这名字的省略 是这个样子 左边就不要 再过来一个点代替 好 当然 我们可以再做 稍微变形 把这里 更省略 整个造型 就可以做得更大的一个 变化 这里这样而已 一点点 然后这边扭一下 点 夸张 这里 注意 这还是一个名字 提高了 当然这样辨认是很有问题的 不容易 乍看之下 如果没有上下文 要拆得出来 真的不简单 但是 如果写这样 还是可以比较容易辨认 好 谢谢大家